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有17人死亡 官方坦全疫情再度攀升 可能会有新高峰 在两次通话中 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 就中美经贸关系 宏观形势 国内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 下一步将务实解决具体问题 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 美国提出的所谓清洁网络计划 就是为了巩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 为其不受任何阻碍地进行窃密活动 打开方便之门 多国批评美国利用丹麦情报部门监听欧洲领导人 中方指这只是美国窃密网络的冰山一角 持续直通车之头条新闻 由五粮页特约赞助播出 美美与共和而不凡 经典五粮页 头条新闻聚焦台湾疫情 台湾3号新增确诊本土364人 还有两例境外输入个案 校正回归219例 总计585例 以及17例死亡 官方坦承疫情再度攀升 恐怕会有新一波感染高峰 而台湾目前多间医院和长者照顾机构 也陆续传出群聚确诊案例 都造成医疗资源的极大压力 台湾新冠疫情严峻 3号新增585人确诊 其中包含364例本土 以及219例回归个案 另有17人死亡 疫情再现高峰 整体来讲 看起来似乎有好像一个新的一个高峰 不过事实上还不是很明显 不过目前这样的一个迹象来看 是属于比较不好的一个迹象 台湾这波本土疫情 从5月初爆发以来 已累计超过8500人确诊 但日最高确诊数是5月22号 有721例 死亡人数也是逐日增加 目前已累计至少154人死亡 台湾实施疫情三级警戒已经超过两周 多数民众仍然得出门上班 平日外头还是出现不少的车潮跟人潮 医界认为在台湾还没有全面接种疫苗的状况下 疫情不能乐观 如果防疫措施没有很严格的话 的确病毒扩散的话 其他县市也有可能会有群聚感染 或者甚至比较大的疫情 我认为这个疫情其实是很难 就是短时间内控制下来 到一直到7、8月份的时候 一定还会微服上升 所以这个时候的医疗量 必须要好好的检讨 可能会出问题 否则的话 这个逐渐增加的病人 医疗机构一定会受不了的 台湾现有87万剂新冠疫苗 已超过56万人次接种 官方疫情中心喊出 未来每周施打百万剂 但现况显然无法达成 近期民间企业和宗教团体 积极向海外药厂采购疫苗 也传出日本官方 有意在6月下旬 捐赠阿斯利康疫苗给台湾 民间判蔡政府别再阻挡 尽速放行 解决当前疫情困境 富王卫视张绍兵陈文堂 台北报导 好有关台湾疫情的更多消息 立刻连线正在新北市采访的 本台特派记者林清斌 机灵您好 有关台湾疫情的最新消息 你有哪些最新掌握 杨叔以及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 我站的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这个板桥车站 我背后的这个背景 就是这个板桥的这个动车站 也就是所谓的高铁的售票口 稍待片刻通过我们的画面 大概可以看到整个售票口 虽然目前还是在一个营业的状态 但是前来购票的民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现在有这个长途的旅游 或者是说这个移动的民众 这个人潮真的是大幅减少的非常非常的多 不过整体来看 台湾的疫情在今天又出现 似乎又出现了一波反弹 刚才我们的新闻当中已经特别提到 疫情指挥中心还称 这个最近台湾疫情有可能会再出现高峰 这是比较不好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高峰 疫情中心认为是台湾的民众 出现了所谓这个防疫松懈这样的情况 虽然前两周很多的台湾民众 是一个自动自发 有点类似封城这样的行为 尽量把自己的活动降到最低的限度 因此这个感染的人数 感染本土确诊的人数 似乎有得到一个稍微的控制 但是在最近 这个疫情指挥中心或者是一般的民众 其实大概都已经有一点感受到 就是似乎这个人潮又慢慢慢慢的回来了 的确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了一个数字 所以如果从20到39岁这个年龄层来看的话 会发现这个年轻人这个族群 确诊的比例上升了25%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数字 他们就研判是这个年轻人 最近可能这之前真的闷太久了 现在有一些防疫的松 也有一点松懈 所以现在就开始可能会慢慢的外出 甚至会有一些群聚的现象 因此也增加了这个染疫的风险 因此在接下来 其实在下一个礼拜 台湾将会有一个三天的端午节的连续假期 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就特别提醒 希望大家在这个端午年假 千万千万不要在长途的移动 返乡去探亲了 因此他甚至要求说 整个台湾的整个交通的运能 希望能够降到平日的两成左右 在这个端午年假的时候 甚至要降到两成左右 也就是希望要求大家 真的真的不要再移动了 那有关于高铁 有关于台铁 其实原本在这些廉价的时期 都会有这个加开这个列车 加强输运的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但是在这一次 他们也已经纷纷的取消了 另外这样子的呼吁 其实在这个双北市 也就是新北市 以及台北市 也都有做出相关的呼吁 因为他们就调查发现 最近的整个确诊的人数 很多的那个感染源的调查都发现 其实很多的感染源 可能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家人 因此有出现个所谓的 家户感染这样的情况 因此他们就说 接下来的这个关键时期 甚至在两周之内 都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外出 甚至连家人之间的这个聚会 都尽量减少 所以说不要前往探亲 也不要外出 尽量也不要去探视友人 希望借由这个整体的紧缩 让自己的活动 真的都降到最低限度 能够把这个疫情 好好的控制下来 好就是我目前在新北市 为你掌握到最新疫情情况 杨叔 好这是一场抗疫持久战 非常谢谢清兵 来自新北的连线报道 谢谢 好台湾新冠疫情持续严峻 但官方购买的疫苗 严重不足 最近岛内机场出现了 搭机赴美打疫苗的人潮 搬机全部客买 即便商务仓每人票价高达20万台币 依然是一味难求 另外有近百辆汽车 三号赴蔡英文办公室外 按喇叭抗议 要求蔡政府尽快购买足量疫苗 台湾的新冠疫苗严重不足 不够民众来施打 近日就爆发了所谓的赴美避难潮 主要是要到美国打疫苗 因此在机场就出现了人潮 北台湾桃园机场自疫情爆发以来 因出入境受管制 旅客大减 现在出现难得的出境人潮 台湾的疫苗我们不会用 那所以这次去会不会顺便 就是在美国那边打疫苗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顺便去看看我女儿 那回去美国打疫苗 对 长榮航空六月赴美各地航班 不论是商务舱或豪华经济舱 定位全满 其中台北飞洛杉矶航班 原本每周三班 七号起改为每天一班 业者表示 最贵的机票一张高达20万台币 还是一票难求 我们的机票的价格已经涨了一倍了 甚至有涨到一倍快要两倍了 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可是去美国的人还是络绎不绝 那这个热度会延烧到七月 差不多延烧到七月底左右 另外三号下午 近百辆汽车以路过方式行进蔡英文办公室 并同时按喇叭表达愤怒 要求蔡政府不要再为台湾疫苗护航 拿出诚意 购买足够的国际认证疫苗 让全民尽速施打 凤凰卫小蓝剑图金敏怀 台北报道 好 国内办赞人马晓光 在三号批评台湾陆委会 发表诋毁大陆所谓的新闻稿 以攻击别人来遮羞良心何安 马晓光表示 在当前岛内新冠疫情肆虐 台湾民众生命健康 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 民进党当局不把心思 放在用科学专业的态度防控疫情 切实保障广大台胞生命健康 反倒上演污蔑攻击大陆 制造两岸对立的政治闹剧 马晓光反问 民进党当局在岛内 不断打击一己 编织谎言 还有什么资格 拿民主人权说事 面对岛内不断增加的 攘溢死亡人数 民进党当局 用以攻击别人的遮羞布 也只会越来越少 台湾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再度攀升 对医疗量能造成极大压力 好相关话题在现场 请到时事评论员 宋忠平先生做点评分析 孙先生您好 杉叔好 我们看台湾疫情 要不断地攀高峰 你觉得台湾疫情 确诊居高不下 真结何在 我觉得漏洞太多了 你看我们刚才看了 很多咱们的片子 包括记者里面 也提到了很多问题 也就是现在台湾的 很多年轻人 还在出来聚会 这样的话 这种交叉感染的 这种比例就更大了 这个漏洞是必须要弥补啊 另外一方面的话 马上确实到端午节了 在节假日的时候 家庭之间的聚会 有可能会变成 家庭之间的这种 集中感染 集中爆发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 比较大的漏洞 还有这两天 有一个消息 就是有一名台湾的人士 他本身拿的是 阳性的证明 结果还坐上了 台湾的飞机 飞到厦门 这本身就说明一点的话 就是台湾岛内的这种 防疫抗疫的措施 完全是形同虚设 既然这个人 已经确诊为阳性 为什么还不收治 还允许这个人 在整个岛内自由行走 还可以搭飞机 连地球人员和航空公司的人 对此都不闻不问 这个漏洞可真的是太大了 包括你看刚才片子里面也提 有很多的台湾老百姓 要到美国打疫苗 这些人的身体状态究竟如何 这些东西都表明在台湾岛内 存在一个隐性的传播链条 也就是台湾现在所进行的检测 主要就是有症状的 症状比较明显的人 才去进行检测 而很多的那些 无症状的潜伏的病例 根本不检测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台湾岛内 究竟有多少的确诊病例 多少的潜伏病例 到现在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且呢 所有的防疫措施还不升级 目前还维持一个低等级 低等级的概念就是 大家还可以自由行走 只是在建议大家不要外出 不要去购物 不要去到什么地上进行聚会 这实际上也会导致 这样一个传播链条 并没有被切断 刚才片子里面说的很多 就是疫苗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尽管大陆说愿意提供帮助 提供更多的疫苗 甚至提供医疗专家团 但是呢 台湾当局呢 是拒绝 为什么 认为这是高统战 所以我觉得台湾当局 根本没有把台湾老百姓的死活 放在心上 恰恰时时刻刻是在政治挂帅 是在搞所谓的台独 这样的话将会导致台湾的疫情 进一步失控 让大家是忧心忡忡啊 杨淑 好 非常谢谢宋先生 带来的分析点评 谢谢 好 我们再来看广东的情况 广州三号傍晚升级 疫情防控交通管制措施 立湾区方村片区 区域内部的公交线路 全部都需要暂停营运 而高风险区域的地铁站 封闭管理 封闭区域内高速公路出入口 仅允许持证车辆通行 广州市政府当天在发布会上表示 近期碎康码使用量大增 当局已经连夜对设备 进行压力测试 确保量码使用吞唱 昨天的这个量码率呢 就量码数呢 是达到9948万次 也就是说 昨天我们的这个市民 各种出行啊 使用这个码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 昨天大家也知道了 出现了找高峰的时候 也是这个短暂的访问部顺畅 可能要刷多几次 才出来这种情况 昨天啊 开始啊 已经采取了措施 就是先保证量码 然后让市民能够保证这个出行啊 那个来应对 这个用码的高峰 那今天呢 计划呢 我们今天晚上啊 也就是这个今天晚上呢 我们将会对这个系统进行扩用 继续扩用 优化我们系统的缓存机制 保障系统的平稳的运行 让广大市民呢 在上下班高峰期 更顺畅的使用我们的税康码 广州还在发布会上表示 自5月26号启动重点区域全员核酸排查以来 截至2号24时 广州全市累计核酸采样781.76万份 其中682.9万份的结果呈阴性 发现阳性29人 其中广州市立湾区 包括西村街 南园街 桥中街等 3号会完成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当局呼吁区域内的市民群众 全力配合 关广州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的更多消息 立刻连线就在当地采访的特派记者罗宇明 宇明您好 我们看到广州已经升级部分地区的防控措施 您有哪些最新掌握 好的 那么先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专于这个疫情风控区域的一些等级的分类 我们的这个立湾区呢 现在的风控的等级是分为 主要是有前三类是比较严格的 一个呢 是刚才提到的封闭的区域 今天呢 是在原本的15号公告里面的中南街道 实施全区域的封闭管理之外呢 再增加了两个街道 这个实施呢 这个最高级别的防疫的封闭管理 封闭管理就是居民呢 是要足不出户的 那么另外的第二个级别就是风控管理啊 今天又增加了四个街道呢 是列入了这个风控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管控的级别 那么风控管理是什么呢 就是居民可以下楼 但是呢 不可以出这个街道的这个管控的区域 只进不出 另外一个级别呢 就是只实行这个严格的健康管理 那么原本这四个街道呢 是属于健康管理这样的一个级别 现在也是有一个提升 从6月2号的从0点到24点呢 又再新增了16例的本地的感染个案 大部分呢 都是集中在这个疫情 历湾区的这个管控的中心区 那么其中呢 是有一个人呢 是在发热门诊里面发现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呢 是在这个历湾区的这个广州和佛山的这个交界处 那么我们路过这个地方呢 也是正好就看到呢 这里正在架设铁马呢 实施一个新一轮的风控 那再往前走呢 就是广这个佛山的南海区了 那么现在也是正在实行呢 从广州到那一边呢 就是只进不出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么我们刚刚路过了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方村这个区域啊 我们也没有办法往前走 因为呢 也是一个交通比较堵塞的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方村也有很多的路段 正在实行交通管控 是今天正在执行当中 在地图上已经是可以看到 有很多路段呢 是有红色的这个封闭的这样的一个标志出现了 那么所以目前的话呢 广州的疫情啊 目前还是在发展当中 现在呢 所有的患者呢 却是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救治 那么有个别呢 我们也从专家方面的了解到呢 是有两三位的这个患者呢 是变成了围中症啊 当然了也有好消息啊 就是我们第一位 我们通报的这个郭老太太呢 她是已经是没有事 已经出院了 那我们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好消息啊 那么相信广州现在的这样的封控的措施 是非常的严格啊 希望这个疫情可以尽快过去扬说 好 非常谢谢雨明来自广州的连线报道 谢谢 好 换到广东的疫情还在持续发酵 现在当局升级防疫措施 广州的旅客需要持有72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报告 才能搭乘飞机 那具体要怎么操作 不懂使用智能手机的人会不会无法出行 核酸报告又从什么时间开始计算有效期呢 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往日繁忙的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客流量有所减少 机场的广播和大厅内多个屏幕和告示牌 都有提示旅客乘机需要持有健康码和72小时的核酸阴性报告 如果不懂得使用智能手机 进入后机大厅时 安检人员通过查验身份证 也可以判断旅客是否符合健康要求 在我们那个进门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验绿码 如果老年人没有绿码的话 他们是有一个系统算身份证 然后会显示旅客的信息是否正常 然后如果没有健康码的话 我们这边有一个个人健康申报表 就是针对老年人的 可以填这么一份手写的健康申报表 就是申报你的身份证出发地 然后你的自己的旅居室 对对自己有一些信息 交了就可以 对 他可能做了核酸但报告没出 这种情况也是不允许的 不可以的 72小时的核酸报告 也可以提供纸质版报告来获得登机资格 健康码和72小时的核酸报告 都会显示在你的月康码上面 那么这就是我的月康码 大家可以看到 登记了我的行程没有问题 以及我做了核酸报告之后呢 会有一个做核酸的时间 并且有一个紫色的框 上面是显示72小时内做的核酸是阴性 72小时内的核酸报告 起始的时间是从出结果的时间算起 而不是从采样时间算起 而由于广州近期核酸检测数量过于庞大 也有旅客迟迟未能收到核酸结果 需要调整行程 机场方面表示 目前的防疫措施是按照最高标准在实施 都是按照最高标准 最严要求的措施来执行 我们对于国际航班呢 有一套完整的流程 首先呢 我们在每天晚上17点 会发布一个航班计划的一通报 给所有相关的保障单位 我们在具体的程序上呢 固定机位 固定车辆 固定人员 固定工作流程 来确保我们对国际航班的保障人员 与其他人员及国内的旅客 没有任何的接触 国际航班的工作人员 也是专人专港 每天测量体温 上下班都要走固定路线 上班期间不能离开重点岗位区域 方航卫视 罗宇明与丹 李提升 广州报道 基于外部疫情的变化 香港从周四开始收紧 从内地澳门 台湾和新加坡等地敌港人士的 简易安排 新的安排下入境之后 隔离要求大致不变 但检测的次数需要增加 最多增加到 需要接受至少六次检测 基于对外防疫情输入的需要 香港从周四起收紧 对部分敌港人士的检测要求 其中由内地和澳门 通过回港一计划返港的人士 经陆路口岸入境的 由原本在敌港后的第二和第十二天 需要接受两次强制检测 改为敌港后的第三 第五和第十二天 需要检测三次 通过回港一 由机场入境的人士 原本在机场检测 获得阴性结果放行之后 只需要在敌港的第十二天 再接受一次检测 而新的安排之下 除了原本的入境检测 还需要在敌港后的第三 第五和第十二天 再度接受强制检测 而有内地 及澳门返港没有申请使用回港一计划的人士 居家隔离的安排不便 经陆路口岸入境的 原本在敌港后需接受两次强制检测 新的安排之下 需要进行五次检测 而有机场入境者 原本需在机场及敌港后的第十二天检测 新措施则要求 除了原本的入境检测 还需要在敌港后的第三 第七 第十二 第十六和第十九天 再次接受强制检测 也就是说 敌港之后一共要接受至少六次病毒检测 另外针对由台湾和新加坡 地港人士的检测安排 也进一步收紧 其中完成疫苗接种者 入境之后需要接受十四天的强制隔离 以及七天的自行健康监察 这一共二十一天期间 要进行五次病毒检测 而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士 则需要完成二十一天的强制隔离 期间将会安排接受四次病毒检测 凤凰卫视赵灵峰香港报道 好 去一下广告 回来继续为您报道 王毅在贵阳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 并指两国关系成为大小国家合作典范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 接受本台专访 表示亚太将成为 世界最有发展前景的区域 美国袭警案频发 造成多名警察重枪受伤 作案者中不乏十多岁的青少年 欢迎绝大臣时事直通车 这节首先关注上海合作组织 民间友好论坛在湖北武汉举行 主题为促进民间友好传承上海精神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号向论坛制贺信 习近平强调他在去年11月提出举办上海合作组织 民间友好论坛的倡议 得到各成员国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 相信论坛将成为各方增进了解 深化友谊 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 新平指出 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 坚守初心 共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 深化合作 要发挥民间外交优势 拓宽各国人民心灵沟通渠道 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 二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联合国大会反腐败问题特别会议 赵乐际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共建清正连结的地球家园的讲话 赵乐际指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旗帜鲜明反对腐败 为国家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 中共中央对反腐败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 成为打击腐败最有力的政治引领和保障 赵乐际表示 中方高度赞赏联合国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愿与各方一道推进国际反腐败事业迈上新征程 赵乐际强调 中国是全球反腐败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 并就中方关于反腐败国际合作提出四项主张 第一 坚持公平正义 对腐败问题秉持零容忍态度 第二 尊重各国主权 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反腐败道路的权利 第三 坚持合作共赢 在协商一致基础上 完善全球反腐败治理规则体系 第四 坚持信守承诺 行动优先 消除追逃追赃各种障碍 让腐败分子无所遁形 这是联合国大会首次举行反腐败问题特别会议 联大主席和各国高级代表等出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三号在贵阳会见应邀访华的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埃奥 王毅指出 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 同在亚太地区 同时发展中国家 也都面临如何更好的 面对疫情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的历史任务 因此中方认为 当前形势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两国各领域合作 王毅对艾奥救人本届政府外长后 首次出访国家就选择中国 表示赞赏 他说这充分显示了巴布亚新几内亚 对中国与巴新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 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太平洋岛国地区重要国家 始终是中国的好朋友 好伙伴 王毅指 今年是中国与巴新建交45周年 两国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快速进展 给两国及两国民众带来的重要福祉 两国关系已经成为大小国家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典范 那么特别是疫情发生之后 我们两国同舟共济 携手抗议 双方的友谊和互信 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中国同大家身家的关系 历久无心 我们人最重要的经验 就是双方始终平等相待 那么不干涉对方的内部势力 同时呢 我们又在涉及彼此的核心利益和正当关系问题上 坚定的相互支持 王毅重申 作为全面战略伙伴 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 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 支持巴新自主选择探索 并形成适合巴布亚新几内亚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支持巴新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在显著的上升 我们两国同处在亚太地区 我们也都是发展中的国家 同时我们都面临如何更好地面对疫情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历史任务 所以我们认为当现形势下有必要进步的加强 和深化我们之间的各个别的合作 同时王毅还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旦 中国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方运同发行一道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以尖交45周年为契机 建设更高水平 更加互惠 更多内涵的中国同巴布亚新几内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凤凰卫视陈旗刘健 贵阳报道 欧洲多国近日批评 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丹麦情报部门 监听欧盟领导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3号表示 这只是美国窃密网络的冰山一角 我与美国立即停止大规模无差别窃听窃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美国监听盟友不可接受 监听全球更不可容忍 日前媒体披露的美国对欧洲盟友进行监听 不过是美国庞大的全球窃密网络的冰山一角 美国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汪文斌又说 长期以来 美国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对世界进行大规模无差别的窃听窃密 一方面又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 对他国合法经营的企业进行武力打压 充分暴露了美国的虚伪面目和霸权本质 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 美国提出的所谓清洁网络计划 就是为了巩固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 为其不受任何阻碍地进行窃密活动 打开方便之门 这样的清洁网络计划 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受美国控制的监听网络呢 网文宾呼吁美国立即停止大规模无差别窃听窃密 以及停止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打压他国企业 防卫师综合报道 马利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中国成功控制新冠疫情才赢得持续发展的机会 亚太将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区域 他已提出各国在抗击疫情和经济发展方面 应该共同一起努力才能使全人类获益 马哈蒂尔说 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国都保持友好关系 国家间交往要相互尊重对方制度 才能避免冲突战争 他说和其他国家领袖相比 他和中国有着更好的关系 中国对马来西亚非常重要 已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 他也始终认为亚太将成为世界最有前景发展区域 我认为Asia是最移民的地方最优秀 但我们应该不认为Asia的主要 我们不想任何国家都成为主要 我们认为Asia必须提出 主要的概念世界 人们应该提出尊重对国家 新冠疫情迫使人类必须站在一起 共同努力 战胜困难 马哈蒂尔认为 发展经济也需共同努力 马哈蒂尔回顾了自己二十多年总理任期中和中国交往以及对中国领导人的印象 我问马哈蒂尔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他说中国有将近六千年的悠久历史文明 唯有强者才能生存下来 所以中国人很有活力 非常勤奋 也善于学习 对于中国传统的龙凤文化 他理解是一种平衡 他说你要有力量 但却不要用它 而要说服对方 这就很好 凤凰卫视高棉 马来西亚普特拉加亚报道 美国最近袭警案评深 当中一名女警察遭到打伤 还有三名警察中枪受伤送院 枪手依然在逃 而在佛罗里达州 开枪的更是两名只有十几岁的青少年 他们和警察在超过半小时内交火四次 最后一名少女中枪受伤被捕 另外一名少年则弃血投降 根据旧金山警方公开的视频 一名亚裔女警上周五截查一名壮硕的男子 是否藏有枪械时 遭到对方挥拳殴打 多名路人上前援手 也未能阻止这名男子的暴行 直到多名警察赶到 才把这名男子制服拘捕 而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 三名警察周三晚间十点半 接获报案到场处理时 遭到枪击受伤送医 目前情况稳定 当局正调查相关案件 而佛州发生的案件 则是两名少年与警察交火 枪声此起彼落 一名14岁少女和一名12岁少年从移动住宅内对警方开枪 警察则要利用树木和巡逻警车做掩护 事发在恩特普赖斯 这两名少年逃离儿童之家 闯入附近一处住宅 屋主一家刚好外出 没人在家 两人从屋内发现枪械和子弹 警方赶到后 先是尝试和两人谈判 但少女扬言要杀死警察 并多次开枪 警察还击时 击中少女腹部和手臂 终使她被捕送医 12岁少年随后器械投降 警方表示 在35分钟内 双方交火了四次 尽管警方生命受到极大威胁 但仍用尽办法试图令事件降温 不想伤害两名年轻人 犯罪学家指出 去年美国的凶杀案已增加超过30% 若再加上新冠疫情衍生的财务和其他压力 今年的数字可能更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去下广告 下就会来带您关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在上海开馆 一会见 欢迎您去搭乘时事直通车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三号在上海开馆 600多件文物展品同时亮相 新建的一大纪念馆与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制 近一街之隔 延续了青红砖的石控门风格 在主题内容文物运用 展成方式上做了全新的升级 一大纪念馆位于上海黄浦区星夜路一号 展厅建筑面积3700平米 全新的基本陈列主题为伟大的开端 共分为七个板块 以初心使命贯穿全篇 展览聚焦建党初期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革命实践 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历程 展品总量1168件 其中600多件文物 一级文物30多件 像邹荣的革命军与签名照 李大钊使用过的打字机 第一版共产党宣言 这些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献 照片 实物都得以集结展示 我们也在不断加强我们的文物蒸集工作 进行了多方位的挖掘 包括前面的我们去俄罗斯收集的一大批 从荷兰收集的一大批的史料 整个我们展城里放了600多件文物 在展城设计上 一大纪念馆综合采用了文物实物 图片图表 动态视频 油画雕塑 实景还原等多种展示手段 展城方式是有一个创新 裸眼3D加全息投影 再加上真实的场景还原 我们后面搭建了实景 请了一批青年的特型演员 让观众身临其境地体验到 中共一大当时召开的整个的场景 开馆后 一大纪念馆将实行全预约制参观 每天将开放1万个参观名额 个人和团体观众可通过线上线下的途径 进行7天内的参观预约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正常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近期分别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以及财长耶伦进行视频通话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 周四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 下一步将务实解决具体问题 刘鹤在5月27号和6月2号 分别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财长耶伦进行视频通话 这也是拜登政府就职以来 中美经贸领域的首次高层级沟通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 在周四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透露 两次通话都长达50分钟 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等系列议题 交换意见并提出了各自关切 关注到近期刘鹤分别 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财长耶伦 进行了视频通话 请问中方如何评价这些通话的成果 这是否意味着中美经贸交流正式的启动 那另外后续还有什么安排 双方沟通开局顺畅 在两次通话中 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 就中美经贸关系 宏观形势 国内政策等问题交换的意见 双方都认为交流是专业 坦诚和建设性的 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 高峰透露在两次通话中 双方求同存异 都认为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十分重要 存在诸多可以合作的具体领域 同时中方充分考虑了国内经济发展的背景和状态 表达了具体关切 下一步双方还同意将共同努力 务实解决具体问题 双方同意 下一步要从有利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的角度 共同努力 为生产者和消费者 务实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推动中美经贸关系 健康 稳定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号在北京召开发布会 专门回应所谓强迫劳动问题 当局向中外媒体发布了近几年来 新疆各族群体就业的情况 并就转移就业的问题做出回应 强调在过程中充分尊重了劳动者的个人意愿和选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3号上午在北京 举行涉疆问题的第十场发布会 介绍了近几年以来 新疆各族群体就业和劳动权益保障的情况 以事实和数据回击一些反华势力所声称的 所谓强迫劳动 据新疆方面的统计 从2014年到2020年 新疆的劳动就业总人数 从1135万人增加到1369万人 增长了20.6% 年均城镇新增就业超过47万人 在中国内地转移就业的新疆籍劳动者 年均收入可以达到4万元左右 和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基本相当 那么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 让新疆各族群众实现了稳定就业 持续就业 长期就业 他们通过劳动就业获得了稳定收入 据不完全统计 在中国内地转移就业的新疆籍劳动者 人均年收入约4万元 自治区人设厅厅长 日和满江达武提还特别就转移就业的情况做出说明 强调这是当地脱贫攻击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转移过程中会充分尊重劳动者的个人意愿和选择 我特别强调新疆开展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最根本的原则和前提 就是充分尊重劳动者的个人意愿和选择 根本不存在强迫任何一个人到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岗位就业的情况 当天的发布会还邀请到新疆纺织光服等行业代表 基层员工向媒体讲述在当地就业的实际情况 徐国相还表示 新疆此前已通过多种渠道 向欧盟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发出了邀请 期待各方抱着客观公正的立场 早日去新疆实地考察 凤凰卫视您小文页博健北京报道 第九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 三号在四川成都开幕 为期三天的活动将重点关注 网络视听发展的新格局新业态 涵盖媒体融合发展 国际传播超高清视频产业等领域 开幕式上中宣部副部长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 聂成席表示 做好庆祝建党百年和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宣传 是网络视听行业贯穿全年工作的一条主线 现在距离党的百年华旦 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庆祝建党百年和党史学习教育 专专工作即将进入全面发力 掀起高潮的阶段 实情网站 移动客户端 互联网电视 IPTV 游线电视点播等渠道平台 密切联动 协同发力 努力让好作品进入好平台 好时段 播出好效果 形成好口碑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强指出 四川是中国网络市厅大省 全省拥有互联网视频活跃用户近6000万 音频活跃用户9200多万 用户数位居全国前列 以不省合作备忘录为迁移 加快中国成都网络视听 超高清创新应用 两大国家级产业基地的建设 大力培育领军企业 累计入住企业800余家 签约800余亿 本届大会以奋进视听新增成为主题 将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开展45场活动 会期将持续至6月5号 凤凰卫视陈瑞琪同虎成都报道 好 下期会来关注财经消息 一会见 我们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活生股市持续反复偏软 银行划签生物疫苗等板块持续走弱 压抑两市 但周期股强势 有助限制大盘的跌幅 互指收盘下跌了0.36% 创业板指数下挫超过1% 拖累生成值下跌1.27% 险首3200点大关 相高股市开高走低 投资者担忧美国的经济状况 先行获利了结离场 影响恒神指数小幅高开之后 很快反复回落 并在午后扩大跌幅 中场下跌了1.13% 失守29000点大关 台湾股市方面航运股 造纸股等传统产业类股 强势上扬 价钱指数中场上升0.47% 创近四周以来的高位 中国最高检等九大部门 三号联合发布指导意见 进步规范企业和规监督考察程序 避免机械司法 给市场主体造成的压力和困难 最高检等九个部门 三号发布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 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 这意味着检察院在办理涉及犯罪案件时 对符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适用条件的交由第三方机制管委会 选任组成的第三方组织 对涉案企业的合规承诺 进行调查评估监督和考察 考察结果将作为检察院 依法处理案件的重要参考 最高检副检察长杨春雷 在记者会上表示 新规将促进企业整改和依法合规发展 避免机械司法给市场主体造成压力和困难 机械司法动则剥夺 涉案企业负责人的人身自由 势必加剧市场主体的压力与困难 而对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企业负责人 依法不补不诉后 一放了之 导致企业违规违法成本基地 也不利于促进企业改革和依法合规发展 为推进企业合规建设2020年3月起 最高检在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的六家基层检察院 试点开展了企业犯罪相对不诉适用机制改革 这次发布的指导意见就是针对前期试点工作中 发现的具体问题 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合规监督的考察程序 促使民营企业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凤凰卫生强文何友韵北京报道